欢迎收看频道DH娱乐新闻 订阅频道,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涵盖以下内容 杨子写真被指抄袭韩国女星IU 上热搜招飞翼,杨子真是太难了 有句话没说错,人红是非多 近期有网友发现由杨子本人代言的某国内品牌的艺术照风格和IU李治安 去年发售的Love Poem的概念照如出一辙 因此围绕着是否涉嫌抄袭的问题网友也开展了激烈的探讨 明星拍写真,广告方提供的创意找艺人来拍摄 艺人事先可能并不知道这创意是哪里来的 既然谈到抄袭,就涉嫌版权问题 那这次的事件是不是应该由制作团队及摄影师负责 不该由杨子艺人背锅 难不成这个事情要怪罪杨子没看过IU的专辑 目前杨子的经纪公司与广告拍摄团队两方都尚未做出说明 IU和杨子都是有级别的娱乐明星 对于这件事还没有正式回应之前 我们还是暂停揣测,等待官方发出声明吧 真正了解杨子的人都应该知道 对于他而言,只是想演好我的戏,做喜欢的事情 杨子是相对少见的,童星成功转型为成年演员的明星 在一段时间以来又饱受整容和误入流量的争议 但目前为止,她确实是童年龄小花旦中代表作最多 路人缘最好的女演员,一路走来磕磕绊绊也走出了一点属于自己的道路 在去年夏天之前,她有口碑很好的作品《战长沙》的女主 和口碑不错加收视讨论杜大豹的欢乐颂的配角 可惜前者的胡香香当年并没有热播 后者的邱莹莹是配角,还差一口气 香蜜的小豹,不仅为杨子增加了一千多万粉丝 而且也有了热播剧女主代表作 更对她几年以来坚持的古偶流量路线有了个不错的交代 演技方面基本不用担心,从《战长沙》和《欢乐颂》来看 她的戏非常自然,能带人入戏,细节很多有新意 如果硬要说缺点的话,大概是还不够润物戏无声 有时候略微有一点点表演的痕迹 以及这两个角色虽好,但严格说起来演艺难度也并不是非常大 此处已经点证据位标准 这都只是年龄和积累的局限 若是有心自然能够继续经近记忆有更高的成就 对于这几年来经常上热搜的杨子哭戏 给观众带来强烈代入感的背后 是杨子对角色的真情融入 她认为自己是体验型而不是技巧型演员 遇到感情戏的时候 我总是觉得必须要真情实感的演 不然眼泪出来的时候,你是演不下去的 然后观众看着也会尴尬 所以我必须把自己逼到那个份上 在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 她说,人不可能永远处于高峰 要有危机感 一个时间段上去了 迟早也会下来的 告诫自己要永远保持前进 不过度消耗 没有谁能一辈子站在舞台的最高处 永远没有 当你获得了掌声 站到最高处时 你就有可能又下又上 所以心态很重要 未来,每一步都要更加谨慎了 黑料和脏水,一波一波的往她身上坡 她没有急于解释和辩解 而是顺其自然真相和正义总会来的了解她的人 总是会相信她的她如果真如黑子说的那般 怎么会有人和她合作 怎么会有导演和投资人用她 从另一个角度来看 既然都在流量的江湖之中了 就想好自己的优势劣势 规划好自己的道路 去战斗 我不喜欢这个时代这个市场 但既然现状已经如此 如果有演技好 尊重戏剧 热爱表演的好演员 有野心去加入这个大众的名利场 相信大家会期待她的表现 杨子曾说过这样一段话 你问我戏有演的多好 我不敢说我演的好 但是如果你问我够不够努力 我敢说我够努力 笨鸟先飞 因为我不自信 所以我觉得自己要付出很多努力 才能够超越别人